我们刚刚看到的这段就是被偷走的那五年刚刚公布的剧场版的预告片 讲的就是白百合因为意外失忆了丢掉了五年的记忆 而这个时候老公张孝泉就趁心而入密谋改造白百合 企图将昔日脾气暴躁的老婆驯服成居家小女人 这一次白百合的角色与以往所诠释的一幕形象有很大的不同 既没有失战33天里黄小仙的那种机灵活泼 也看不到分手合约里合窍窍的那种贤惠温柔 仿佛有女神一下转成了暴脾气的这个女魔头 人见人怕重看心理 白百合自己说这一次的角色演起来很爽很过瘾 不过这样的女魔头在现实生活当中应该是不太受人待见吧 所以最后呢这个人见人怕的女魔头很可能会被转化成小鸟依人的小女人 不过这也不一定啊 要是最后白百合又恢复记忆了 哎呦天呐 这男主角不得被收拾的够呛啊 是你这个版本也不错 那到底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呢 答案就要等到8月22号电影上映的时候才能够揭晓了 是啊到时候一起看 要不时间还是有点长 不过过过看电影可是不用等的 怎么样明年还会跟大伙一起见面吗 帮我做广告是吧 那借着机会嘛是吧 卫视赶紧给你小小的怎么说的宣传一下 然后你给我们剧透一下 明天咱们看什么 明天要看的多了 一部是周董周久伦的新作天台爱情 还有一部就是张子怡担任制作人的非常幸运 另外还要跟大家伙一起唠一唠那些眼儿优责导的成功典型 啊 郭郭看电影 很值得期待啊 明天不见不散啊